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节目一开场 周深在路上直言有些紧张 原因是觉得张姐是一个传说中的人 两人见面之后迅速熟络起来 周深随后聊起小时候 因嗓音特殊遭到嘲笑的事情 表示小时候因为不自信 总想和别人一样 张爱佳对此做出精辟总结 小时候我们害怕成为异类 长大后又会害怕跟别人一样 关于青春时期的身份认同 两人进行了一番走心治愈的对话 除了谈话之外 念念青春还以念诵会的形式 分享名人嘉宾 以及其他青春颂勇者的 年少时期的私密文本 周深娓娓说出自己成为歌手以来的心路历程 不要害怕自己的不一样 正是他才把你变得闪光 走心的京剧极具感染力 周深多年好友作家刘彤 分享了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 一直是羡慕心人格 直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实现了对自己的和解 开始认同自己的写作 语录没有无法面对的过去 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曾经交情的自己 令不少的网友深有共鸣 节目中其他青春念诵者也是勇敢开箱分享 公帆分享了自己的青春叛逆经历 因为不一样总是想与全世界对抗 大梦则是讲述了自己的追梦故事 尽管因为一些原因无法行走 但他表示自己没有什么不一样 别再说什么励志 我和世界上所有普通人都一样的语录 另不少的观众类目 形色各异的青春记忆 经历 展现了青春需要认同和爱的价值观 这一节目价值观 倡导青春美好需要善待的行动感 念念青春手气主要是围绕青春认同这一主题 张爱佳在节目中说到 很多人都很需要别人的认可才能够长大 通过朗诵昔日的青春文本 周深 大梦等名人嘉宾 及其他青春念诵者 既分享了他们往日的困惑与迷茫 又谈到了如今他们的释怀与坦然 就像周深所说的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光 也不要忘记自己有梦 时光不落青春暮 心态年轻的人永远与青春相伴 作为张爱佳的首档青春文化纪实综艺 念念青春立足于挖掘各领域 优秀嘉宾的青春众生像 在节目中张爱佳将邀请他的老友 心鹏选择他们个人青年时期的私密文字 涂鸦 栽操 创作 手作等各类可实话记录 在一场线下青春永送会上 进行念诵和演绎 节目采取星宿结合的形式 最大化地挖掘各种鲜货 真实的青春故事 确保广大观众能够从中收获共鸣 节目当中还涉及诸多的青春话题 迥回不同的青春态度 以及跨代际的青春观点碰撞等等 各方面和离之下 使得节目极具情感浓度 向观众们传递出一种极具共情力的精神力量 给予当代年轻人温暖踏实的心灵慰急 正如节目中张爱佳所说的 每一个人的青春故事都是那么的感人 珍贵 有爱 有迷失 有后悔 有遗憾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 节目展现了最为真情实感的青春经历 通过别人的青春 观众们也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念念青春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优秀嘉宾 除了周深 诸如 丁真 周华健 刘若英 五条人 李雪芹 黄永玉 田壮壮 黄耀庆 谭雷维等嘉宾都将在节目中亮相 他们将分享自己极具私密性的青春文本 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 探讨当下最为热门 以及备受关注的青春话题 关于嘉宾将探讨什么样的青春话题 在节目中会碰撞出 哪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青春观点 最终其实留下来的还是作品 所以没有太大的必要和人私 多听歌 多买单曲 做做数据吧 我觉得你可以用你的经验来提醒一下 刚开始吸引的容易冲动的粉丝 心向光明才会让自己和偶像都更好 大家共演控制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看到黑他的人 我也想去辩论 但是想到他说过的话 就忍住划过去 也不跟人辩论 可能这就是榜样吧 上周末 娃去了上两个不同校区的补习班 回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 调皮的同学 用老师的电脑播放正在播的《创》给大家看 同学们一边看一边大力的吐槽 然后看到周深的导师舞台时 统统立马安静如鸡 而且是两个校区的不同孩子们 都是同样的反应 把他乐坏了 内心OS就是 喜欢看你们没有见过失眠的样子 我是听到他亲爱的旅人那首歌 一开始是觉得美 后来就想永远保持这种人生态度 真是被歌声感化了 以前混混饿饿 没事目标 自从开始挖周深的方方面面 才开始反省自己 设定目标 努力坚持做最好的自己 周深真的很厉害 和歌声一样带给力量和勇气 新的一年一起努力加油 做更好的自己 他的眼里有光 他的歌声里也有光 内与有这样的人存在 真的是太幸福了 有同感 而且呢 我也是毕业两年 所以觉得还是要有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然未来的人生都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 我一定见过这都没有这个影响 给我们这种影响 整个摄影响 这一个学生的表演 深入炼 智慧 胡萝卜 传 超 小姐 带来 走 转 小姐 少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